你让我和你一起去守城 是 殿下可愿意 本王当然愿意 理所当然 本分之事 战手最重要的就是防御有方 最忌讳的就是仓皇失措 当下我们必须做好分工 充分保证调动所有人物尽其用 关于布防 各位大人最了解 就交给你们来安排 好 此事我来安排 还有 从城中多挑些精壮之事 补充四个城门和各处城墙的人生 尤其是北门 此处城墙较低 北齐多数会从此处攻城 到时候以鼓声为例 集中防守 鼓不停 战不止 是 陈妻 以带领选中的民间壮士 去德胜昌领取兵器 锦绣柳儿 你们去负责组织 前来愿意帮忙的百姓 保证攻击 快去吧 好 邪王 宁大人 惭愧 我来晚了 只要来了 就不晚 这是我宁家的护院 自愿前来守城 各位英雄 请随我来 君小姐 我知道你跟贤王二人 做了很多 但如今 人心还是不够稳 为什么 方才我一路走来 议论的人很多 更有甚者 说你们的做法 是拿老百姓做替子鬼 挡在前面守护你们 这是哪个不长眼的说的 本王要是怕死 会亲自守城 谁说的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如今在人心惶惶的时局下 三人成虎啊 宁大人有何建议 不妨直说 若有一人站出来 跟我们一起守城 流言不攻自破 你说的是 淮王 没错 不行 太危险 贤王你听我说 先话 在民间比陛下更有威望 更得民心 此次陛下 临危而讨 比之更甚 淮王殿下 那先皇之子 曾是太子的人选 这次他要能出来 跟我们一同守城 对于百姓来说 意义非比寻常 是 如果此时 九戎可以站出来 为国一战 那对于百姓来讲 既鼓舞人心 又团结民意 好 你让我和你一起去守城 是 但战场危险 殿下可愿意 本王当然愿意 理所当然 本分之事 江白虎 陆云齐留你下来 是何用意 你应该清楚 是非 你自己选择 誓死保护九龄 和两位殿下的安全 是 众人听令 誓死追随君小姐 顾两位殿下周全 是